車車,對你來說,時尚品味是什麼? 舒服就好了 幫他一起感受好了 一二三 好,現在車車要帶我們去他的閨房,好不好? 在二樓,來 車,你要不要帶領我們 room tour 一下你的房間 很小,他其實就是一條 對,我有一隻貓,然後他在那邊 就是車車的貓 叫什麼名字? Mika Mika 這頂安全帽看似是... 已經多久沒在戴了 不會騎車啊 你不會騎車,那你為什麼? 那是我的畢業禮物 我們高中都會送每人一定聚集安全帽 床 是...這邊凹下去的耶 那個不好意思,君媽,麻煩那個床地業配 幫幫我談一下 我們這個單元很像日本的那種 獨居老人的那種關懷參訪的感覺 莫名其妙其實蠻舒服的 其實是有符合人體工學的 對,因為那個臀部就是下凹 所以其實你的背是... 整個會貼合的耶 對你來講就是最特別的東西 人生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看得出來嗎? 他竟然是我們的剪輯師耶 收藏遊戲片 欸,那遊戲片蠻多的耶 其實我是給你借耶 很多耶 他的剪接賺的錢 都是拿來買這個Squitch的遊戲片的 這個Just Dance,你確定你有在Dance? 沒有 我有玩健身環 用幾次,玩幾次 大概怎樣? 大概五次 我相信是要很多朋友買健身環 應該都玩不到五次吧 這邊就是我們最佳示範的代表 很多貼布 很多貼布 因為... 車車的床... 凹陷 我發現有一些... 急急如綠令啊 一些... 好像壞老闆推山 呃...是在... 在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後製車車呢 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田復甄 就是田復甄看到的話 歡迎失去我們 誰贏你啊 我那幾... 那幾不收費 這也太便宜你了吧 那一集而已 要不要一生來還好不好 OK 今天呢我們還是一個 徹頭徹尾的 塞踢... 改造計畫 所以我們其實第一步驟 最重要的就是要 Check他的衣櫃 稍微看一下車的衣櫃 OK你也談不忍睹 應該是他唯一的一件化身衣 為什麼我們那天 去那個利保樂園賽車場裡面穿那件 我會看起來很兇 看一下車的一些... 褲裝區的部分 這個要改造就是... 整...整...整... 好... 好啦那實際不然你來... 你挑一件 你覺得那個衣服你穿起來是最帥的 可能...這件... 這件最帥 車車對你來說 時尚品味是什麼 舒服就好了 你T恤到底放在哪啊 另外一邊 蛤 蛤 欸...你轉頭看一下 T恤在這裡了 等一下我剛剛...我剛剛有很屌的東西 來大家看車車的髮型 先Tick他髮型 好再回來 來這邊有一些造型髮品的部分 請問一下這個定型標誤是... 多久沒噴 這個我真的很想找出來 等到日期耶 我們來看一下車車的衣櫃 這是衣櫃 這是抽屜耶 好黑白耶 真的都是UNICRO的粉絲耶 這一桿堪稱車車的所有配件單品 他的整個價值整個車機概念其實就是... 有存權 但是我發現車車有喜歡一些... 土色系跟破損風 如果真的沒有搭配好 會看起來有點像流浪漢的 那是所有品牌像流浪漢嗎 哪一個最不OK的 都很不OK啊 四排的... 我只要轉三排 喔你只要轉三排 然後你準備四排 重點是你還要五排 我這邊可以測測一個才一般的時間 非常小隻 非常值得被放眼鏡 而且是...而且是我... 是我要剪耶 剪自己的感覺 對自己一直看自己 YA 檢查檢查 哇真的每一面都一樣耶 沒有才華 沒有才華 告訴大家他剛剛用了多久 我們後製很會玩這個 魔術方塊 推薦給你 你們家是不是... 是韓...韓國出生嗎 花橋 對啊 韓國花橋 你可以用基本的韓文 跟我們常常過日子的朋友 就是... 打聲招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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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聲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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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我都還比你厲害 打聲招呼 打聲招呼 query 就 就...就像這樣啊自己看 我要開動了 開動了 不是看 除了 就是在我拍你全身形的樣子 請問你眼睛發生什麼事 不然的話 反正他也在家戴而已 所以如果現在有一副新的Skating 你OK 我願意 我要長鏡 可以 今天看到東西 我就立刻贊助你一隻 我們今天到底要側頭側尾給他什麼樣的改造 首先呢 我覺得 一個人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他的髮型 就是也會帶車廁去把他整個髮型 去改造成一個比較清爽的感覺 然後衣服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針對車廁他本身的整個身型的部分 去幫他搭配一個我覺得比較時髦的 雖然是寬鬆 可是卻不會看起來很垮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去 就要正式的把車車帶離他家 然後我們要徹底帶他去做大改造 OK 好 Let's go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車車帶離他家了 然後我們現在第一步要先帶他去撿他那顆 鳥頭 我們到了 現在就是尹根葉最常來的那個 紅角沙龍 要找我們御用設計師 士林 來 直接進去 好啦 水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改造髮型的對象叫車車 頭髮部分 男一度一到五 可怕像男朋友拍的那些 可愛我覺得很好解釋 很好解 很可愛啊 希望他的感覺是比較俐落一點 因為本身人沒有那麼俐落 然後我建議說 但是也很不太確定 參考像我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跟你如果又可愛 不是虎皮喔 你懂也是嗎 那我們要先洗頭嗎 好 OK GO 我們車車現在呢 要來洗髮啦 那我也只能跟我們這位 歪歪 我只能說辛苦你了 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還是車的手 現在是非常的緊張 車你覺得洗髮精很涼嗎 嗯 我們現在終於要開始理髮了 車車你人生可不可以確定一點啊 有點粗糙的感覺 粗糙的感覺嗎 很爽欸 短短的五分鐘 已經看得到後腦梢 以及耳朵 還有他的臉 什麼叫我腦梢 很奇怪 整個這樣凹字型的 就是他頭型比較扁嗎 是說後面應該不會是腫瘤吧 就是是 很像是肺還是什麼 這裡直接有一個 少年伯的部分欸 真的是直接把它拔起來欸 所以說也可以拔下 白頭髮的 士林你剛剛有說 你說把他什麼 炸帥 炸帥是什麼意思 又炸又帥 炸帥感出來了 炸帥感出來了 學生 刷痕 最後就是定型的部分 跟大家講 定型液的噴法 它是有一些旋息的 它有分美噴的感覺 就是一個這樣 不先轉身中的 好 謝謝 太多了啦 太硬了啦 連眉毛的部分也幫他一起改造好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幫他畫一下眉毛 士林 你也很關鍵啊 居然為什麼我覺得 你畫的 你畫的就是 感覺很像 怎麼那麼用力啊 在塗滿而已是不是 它沒有眉型啊 它沒有眉型可以啊 這樣怎麼樣 色色 他的鼻子就應該夠怎麼畫到大肌 欸 你鼻子真的好髒喔 好羨慕喔 好 你們這樣 好 看看 好 有點寫色的這樣 我覺得自己在找怎麼樣 背貓 沒有很濃 不會啊 那是比較實個 但是你比較實質 皮膚真的沒有很濃 臉會比較立體 經過了大概半小時的時間 我們從人生非常不確定的雜毛梯 搖身一遍遍的一個什麼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 雜毛梯 碰到頭上面就是會這樣子 欸 先生 先生 好險 我們等一下呢 一定會把這次改造成一個 嘿先生 要轉過來 啊 現在 現在接下來要去換妝 今天謝謝士林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歡迎有這種毛髮上的一些困惑 可以來找我們士林嗎 這邊有那個 那我們要前往下一站 Let's go 那我們現在呢 幫車車把髮型整個搞定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來幫他改變 是他整個造型 他呢 稍微有點脫 所以呢身形矯正的部分 我們先從原件的部分開始整理起 好來 請揭穿 靠泡個小時 謝謝 好了 你最主要的問題啊 我覺得應該會是很多女生 會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骨盆的地方 就是這地方會比較寬 我會建議有一些褲型 穿起來的話會比較修飾 像葉其實今天穿的這個褲子 就是是屬於比較寬的 但其實你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你比較會知道說 欸 其實我屁股會哪裡特別大 我們現在來幫車車改造一下 但是我車車的 不是只有臀部寬喔 他連就這裡 也 也 其實蠻寬的 今天幫車車準備的話 是有兩條褲子 第一條的話是這種 比較寬的這種長的簡直褲 然後因為其實這個小腿的部分呢 本身的比例也不是很細的 我們盡量以長褲的部分 去遮掩一些 就是比較沒有自信的部分 另外一條的話呢 比較寬一點點的那個牛仔褲 像你們就是一定都要準備皮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時候你有沒有常發現 你買褲子的腰會穿上去 可是不是你的腰扣不起來 而是你的骨盆過不去 所以通常呢 骨盆比較大的人一定會有困擾 就是穿到這裡的時候上不去 可是如果上得去的時候 上面又太鬆對不對 上面又太鬆 有點類似像葫蘆狀的這種樣子 所以通常褲子呢 我會建議還是買大包一點 但是你上面的話就用皮帶去洗 你會懂也是褲子的 大家可以幫我們換 這台褲子 來 拿著 我有三件襯衫 一個是素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這種 比較普普風的這種 黑白型的這種 印花的襯衫 腰果花紋的一個外套 就幫我穿這一件 然後跟這個背形 有個內搭這樣 成做一個層次的搭配 外面會再搭其中一件短的襯衫 好不好 那我們就很帶車車 換一下衣服 GO 究竟我們車車在我的服裝 搭配之後變得怎麼樣了 請看 首先呢 他的這件衣服呢 我是希望幫他搭出一些層次的感覺 盡量讓他比較深彩是五五身 所以我們變成說用三結的方式 一層 兩層 三層 這樣子層次的感覺來講 他身材 身形會看起來比較高一點 襯衫簡單的就好了 然後搭配一個牛仔褲 跟一個很復古的這個白鞋 然後再搭配一個比較 戶外型的一個小包包 但我覺得車車現在的整個表情 跟情緒是不太對 你可不可以教他一些 Fashion的 時尚的情緒 又自信的表情 眼睛先閉起來 先閉起來 好 三 二 一 之後再打開 然後那時候 咎咎又生 打開的時候是 當下一眼看到 負貞 然後就蹲在你前面 那種眼睛亮的感覺 好不好 預備囉 一 二 三 雖然剛剛才抓到你頭髮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 再多一些不一樣的配件 好 大家看 就感覺好像可以去划山 看表演 看表演啊之類的 OK 那我們再來換下一套 GO 我們現在呢 幫蜜蜜換上了第二套 然後這一套的話 一樣是修飾他褲型的這個 比較寬鬆的這種飛鼠褲 然後他就是可以去調節 他的這個底部 真的鬆緊 然後這主要是因為這邊很寬 所以他這個褲子 其實讓他看起來是 會不知道他到底是粗的還是細的 這邊呢就是搭配一個比較 比較涼爽的一個 開筋式的一個襯衫 搭配一個比較戶外風的背包 綜合一下他的整個人的宅感 建議可以搭配一個 就是像這個 跟背包跳色搭配的那個 有沒有 帥哥 歪掉了歪掉 沒有這樣 有沒有 整個人的穿搭 是一個 有講究的一個人 好不好 好 來 車上去 車上妳等於現在這樣整個整體的搭配的話 妳是自己覺得怎麼樣 給101分 101分 妳很會做節目效果耶 好 還有給我穿後腳的鞋子 喔 喔喔喔 站踢 站踢 等一下我就穿回家 給人家那個臉可以上來的時候 上來的時候 好看一眼嗎 好的 現在呢 已經搭配完畢了 我們現在要帶車車呢 去看那個天橋 幫他拍攝一組 可以POIG的愛紅的照片 好嗎 等一下態度要擺出來好不好 好 Let's go 到第一個橋下這個接拍的地點 然後剛好有一個 非常完美的一個剪影的地方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邊拍 我們先指導車車 怎麼樣擺動 Зап 伸步,伸步 伸步 然後拍手拍不亮 正字號!! 伸步! 要 ziehen向右邊 正面 左邊問題 5分 伸步 再.. 這邊 再翻一點 再調旁彙一點 123 5 4 每個人錄影錄成妹 但其實我們拍下來的 就是我剛好拍到幾張我就是在馬來 我真的感覺 然後你待會就這樣伸到後座對不對 然後腳要上去 然後看陽光的位置 手肘再開一點點 對對對 回來一點 對這手右手可以放下 可以放前面 看右邊 我叫你坐的時候 我不會整個大屁股這樣坐 他就不會差 叫你坐的時候我真的坐 我真的坐前面一點點 不要太開 不要太開 稍微一個錢一口 可以可以 好 靠這裡 然後這樣 你們看我找的位置 我們剛剛那個街拍 好不好 有好的教授 就是我們整個就是非常的專業 對 但我覺得其實真的要成就一張好的照片 還是要有一些態度啊 或是一些 或是一些 攝影師的拍攝角度啊 對 提一些角度啊 開始規攻回到我們那裡 那剛剛的照片 我相信大家一定覺得 就是跟車車平常樣子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決定直接幫車車在這邊 希望可以幫他母胎單身 然後可以正式的脫單 看到我們整個改造成果的時候 有興趣的人歡迎 就是打波打我們下面這邊電話 施訓 好不好 施訓我們車車的部分 那個才華 剪接師 只是說話稍微少了一點點 人生有稍微確定一下下 而且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開始談戀愛的話 你就是 你可能就會更在乎自己的外型 動不動就說 那個 阿姨也幫我買衣服 對 今天就是 最後也感謝車車就是 一整天被我們這樣折騰 對 那你應該覺得 還滿好恐怖 人生初次體驗 初次體驗 然後第一次覺得自己當大女 對 都有人幫你在那邊弄一個衣服 明治無閨的感覺 明天就回到短間了 明天就回到短間了 他們這次呢 非常的成功 會不會有下一集 歡迎大家 把你們的朋友 Tag給我們 然後在我們這邊留言 希望雙聲去幫他大眼 但是前提師必須應徵 要傳他的 那個照片 我們東京要寫得很清楚 履歷要寫得很清楚 然後就是希望我們幫他改造的原因是什麼 而且要很有 很有故事 然後就是寫得很有誠意 我們就覺得 天啊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夠改變 也許我們就到你家 對 我們希望的是反差非常大的朋友